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宜兰一名少女小花 疑似与蔡姓少女之间有嫌隙 互相与友人撕下脚舌根 蔡还怀疑小花抢她男友 竟以庆生为由约小花见面 在伙同五名友人领虐小花 还涉嫌脱光衣服 再持玻璃瓶插入小花下体 并用手机拍下过程 全案警方依妨害性自主罪送办 据了解 蔡姓少女有毒品及妨害性自主前科 原本与小花交情很好 但因为辗转透过有人得知 小花长私底下讲她坏话 因此心生不满 蔡原本交往的男友 分手后改与小花交往 更让蔡心中愤恨 怀疑与男友分手是小花从中作梗 因此在脸书上与小花互骂 今年三月中旬 蔡女已帮小花庆生为由 约小花与友人到宜兰河游玩 突然蔡与小花翻起就掌炒了起来 小花随即被蔡拉到宜兰市庆河桥旁的河堤 先吐口水 骂小花是破麻 之后便动手拉扯 友人则在旁围观 之后其中五名少女加入两人战局 对小花拳打脚踢 过程中 小花的衣物被扒光 蔡甚至还吃现场的玻璃罐插入小花下体 性侵得逞 围观同伙还拍下整个灵虐过程 手段让人震惊 众人不久后离去 浑身是伤的小花 立即穿上衣服 抛回家哭诉 小花在家人的陪同下 向警方报案 侦查中 涉案六人均坦承犯案 驯后警方依防害性自主 恐吓及伤害等罪嫌 将六人全部移送法办 全案目前少年法庭仍在审理中 坚承犯案 受罐 感谢观看